印度农村女人来大姨妈有多惨 她们必须离开农村 和其他来越市的女人 住在一个简陋的屋子十天 理由是 男人们都认为 来姨妈的女人无比肮脏 连碰都不想碰她们 可阿米却是男人中的反例 爱妻深切的她 心疼老婆做饭时切洋葱流眼泪 她就改造了个自动切洋葱鸡 心疼老婆洗衣服伤手 她每次都抢着来做 可这天 老婆突然慌忙跑出阳台 阿米想上前询问 老婆却支支吾吾 觉得这是当众说出来很羞耻 阿米后知后觉 原来老婆来了姨妈 她想劝对方回屋里待着 可老婆却以习俗问题为由 坚持要待在阳台五天 怕的就是脏了阿米 阿米劝不过老婆 晚上只好偷偷溜到阳台照顾对方 隔天 阿米发现老婆正在晒一块脏布 她立马意识到 这就是对方来姨妈市反复用的护店 她不理解了 自己都不会拿着脏布去擦单车 老婆却用来当护店 心疼老婆的阿米 连忙跑去买护店 不知道的人 都以为她在和老板进行间谍秘密接头 谁知回去后老婆一看这么贵 价格55卢比 本来就穷了 拿着钱去买吃的不好吗 赶紧拿回去给我退掉 阿米思索片刻 确实 这护店卖55卢比实在过分了 她拆开护店研究材料 就这 不就几块棉花加片布料吗 我自己都能做出来 大丈夫一不做二不休 阿米连忙跑去采购棉花和布料 设计出了第一代自制护店 她拿回去给老婆 谁知老婆还是用回脏布 理由是她做的第一代根本没用 还把自己的衣服搞脏了 阿米不甘心 她又做了第二代护店送给亲妹妹 结果妹妹觉得自己被羞辱 当场就哭得很大声 阿米依旧不死心 就在她思考改良方案时 村民说作为一个设计师 设计出的每一件物品 都应该亲自去试用 阿米这一听 立马有了大胆的想法 这男人拿着条女士内裤 再在上面放上自制护店 接着滴上红色色素 最后自己穿了上去 她做起深蹲 开始跳高 你猜她要干嘛 她要给老婆做出能用的护店 摆脱使用脏布的日子 一开始她还开心色素没有露出 可走大街上没几秒 低头一看 完了 露得一裤子红 阿米赶紧丢下单车 跳进河里 红色素还把水都给染红了 这下可好 阿米不仅让老婆当众感到羞耻 就连村民都指责她是个变态 哪个男人会有病去发明护店呢 而备受屈辱的老婆都认为 对于女人来说 耻辱比起来姨妈 才是最大的疾病 最后老婆被接回娘家 而阿米却决意前往城市 研究出能够真正使用的护店 她找到研究所的人 咨询市面上的护店 用的到底是什么材料 这才知道 里面用的不是棉花 而是纤维素纤维 但研究人员不知这东西在哪获得 要是知道 他们都去当大学教授了 阿米这一听 下一秒就去给一位大学教授家里当保姆 想着能偷摸学点什么 可对方日忙夜忙 阿米工作几天都不见教授人意 还好在对方儿子的帮忙某度下 知道纤维素纤维 是由一家美国公司售卖的 阿米灵机一动 假装自己是为大客户 骗来了一箱纤维素纤维样品 可寄来的却是一块纸板 就在阿米怀疑自己被套路时 身旁的金毛发现了秘密 原来这块纸板 就是压缩后的纤维素纤维 而这一幕 也被回家的教授撞得正着 知道阿米的目的后 对方决定帮他一把 表示只要有了这台制造机 每分钟就能做出一百个护电 可知道一台机器价格上千万后 阿米心都凉了 就在准备放弃时 他发现机器的制造流程十分简单 就只有搅拌 压缩 包装 消毒这四步 他灵机一动 决定造出一台护电制造机 阿米找来朋友借九万卢比买材料 他用铁桶改造成搅拌机 用几块铁片做压缩机 护电成行了旧手动包装 最后再用消毒柜消毒 第一批的护电就成功制造了出来 阿米想找个来姨妈的女人 是用自己自制的护电 碰巧接上来了两个女人 对方支支吾吾 问她哪里能卖护电 哪知阿米反手就掏出自制护电 我这 我这就有 女人都奇了怪 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印度男人带着个护电 等到第二天 阿米找到昨晚来姨妈的女人小美 问对方的使用感受 小美表示 不就和市面的护电一样吗 阿米开心坏了 研究这么久 等的就是这句话 而身为卫生院学生的小美 得知了阿米的日夜研究后 特意去参观了她的护电工厂 并表示会全力帮助对方 就在阿米被朋友催债还钱时 小美说会有一场国际设计大赛 第一名可以拿到20万卢比 阿米这一听 又找朋友借了路费 拿着发明的机器参加了设计大赛 她英语不好 唯一能说的 就是自己发明的护电 只用两卢比 而她也凭借日夜的努力 最终拿下20万大奖 赛后小美告诉她 将来会有数家公司找她竞派专利 到时可就有成千上万的收入了 可阿米却不想这么干 要是机器名气大了 那么机器会变贵 护电也会更贵 为此她回到了村子 决意帮助成千上万 还不能用上护电的女人 而小美也被她的真诚打动 决定帮其推销护电 也正因为女人更加了解女人 不仅更多的女人来购买阿米的护电 还有许多失业的女人 去到阿米的小工厂打工 这样一来 既保障了女人的健康 又提供了她们就业的机会 大获成功的阿米 还受邀参加联合国的国际演讲 尽管她说着一口咖喱味英语 但她的一句话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伟大或强大的男人 没有让国家强大 女人强大 母亲强大 姐妹强大 国家才会强大 如今的印度 只有18%的女人能用上护电 但阿米立下誓言 必要让所有女人都用上护电 最后 阿米得到全村人的肯定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 而她 也和老婆重归于好 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这样一个伟大的护电侠 不也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名超级英雄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护电侠》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